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最近都是在填高考志愿 或者是一些人收到一些录取通知书了 我就想聊一聊 我自己当年的本科母校 就是邦步医学院 我是2008年 考入邦步医学院的影像医学专业的 这个邦步医学院有哪些好和哪些坏 方便给那些正在报考的 或者已经收到邦步医学院通知书的同学们 大致的了解一下这个医学院 2013年毕业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年了 所以信息可能会有些滞后 首先先说他好的 他让我觉得最感激他的地方 就是他的学分是非常好的 里面的同学都很努力 也不那么浮躁 然后你无论什么时候在教学楼里 你总能看到在楼梯口或者在教室的两端 始终有人在那一直背书 自习室你无论是晚上还是在周末 甚至在暑假都有人在里面看书 晚上甚至到很吃很吃 然后还有一个图书馆 好像是通宵的还是什么 反正每次无论多吃里面都会有很多人在那里看书 相对来说生活都是比较单纯的 就是学习周围吃点东西 上上碗就这么简单的生活 相比于沿海的一些学校 里面的人心就更近一些 此外里面的老师的教学实力我觉得都还是挺好的 尤其是那几门基础课 我到现在还记得里面的尤其是生理学 病理学 药理学 还有诊断学的课程 就老师安排的都非常合理 而且讲的都很深入人心 这些内容为后面的考研什么的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就上面这两点 这也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能在那边考研考到浙江大学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那里很好的学分 以及当年在那里 这些总体的基础都打得不错 所以后面再自己拼一把就上岸了 然后再来聊设施方面 就是当年宿舍 其实来说相对于周围的一些学校都还是不错的 它有四人间 而且有一个独立的厕所 虽然现在说起来也不怎么样 但是你要知道 在浙江大学的研究生的宿舍也就是达到这种水平 就是四个人一个房间 然后带一个厕所 可能设施都还没有那里那么好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空调这些 所以在冬天可能会比较冷 但是其他方面总体都还好吧 学校的教学设施总体都是很丰富的 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比如说做系统解剖学的时候 它的很多教学的材料 像大体老师 这些都很多 此外周边的设施 包括吃的玩的都还是很丰富的 高铁站就在医院的旁边 所以你坐高铁到了 拉个箱子 大概走个五分钟左右就到自己学校了 然后在那边的生活成本总体都是很低的 我的父母每个月大概给我800元左右 但是我还能盈余下来很多 不过这个物价是在08到13年 这个紧供参考 我记得那个时候吃一顿中餐都只要五块到七块之间的价格 差不多是两宿一婚 七块的吧 差不多是两婚一宿 周围吃的东西也都是很便宜 甚至去上晚 那个时候最便宜的都只有八毛钱一小时 相比下来呢 它的缺点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它实习可选择的单位是比较少的 总体来说 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单位 我当时可以选择的单位中三宜的医院 只有两家 大部分都是二家 不知道现在赶上了没有 然后还有点呢 就是里面的大学生活相对来说 可能会有点单一 尤其像里面的社团啊什么 搞了这么多年了 反正我在那里五年多 搞来搞去还就是什么爱心社团 街舞社团 而且实际上就几个人在运作 然后活动的话呢 就一个舞龙舞师啊 然后这个十家歌手啊 大概连续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但也有可能这是全中国都是这个样子 我是我的大学生活在那里 所以我只能针对那段时间发表一个想法 然后最后呢 感觉它里面的政务体系的人 好像不是特别的友好 但不知道这些年有没有改善 就是去办事情的时候 好像还是有一些官僚主义 总体来说我还是十分感谢奔布衣学院的 我当年这个成绩考得很不好 进入到学校到那边之后 正是因为这种让人心静下来的这种环境 让人起飞的一个平台 后面的考研的战友也都是奔布衣学院同校的同学 大家一起奋斗啊 然后不去谈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是集中在学习生活 虽然和无聊也很单纯 就是充满着做题学习 然后讨论着大家最终该考去哪里 最终我们当时一个宿舍啊 像我去了浙大还有去了华西的 还有剩下的几位啊 也都去了很好的大学 所以啊 我觉得啊 还是十分感谢奔布衣学院的 希望我这一段对奔布衣学院的这个对话呢 对大家有用 然后如果现在有新的奔衣的这个学弟学妹 知道奔衣的新情况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让我也知道一下现在奔布衣学院变得什么样子了 也不知道教了好几年了 奔布衣学院改奔布衣科大学到底改了没有 如果改的话 有机会我也要回去再来学校门口拍张照片 好的啊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再见